这段时间以来机构积攒到那点好人品一下就给败光了 外资卖出70个亿内资卖出200个亿 但就在他们俩作为机构投资者干了200多亿净流出的情况下 我们的活跃投资者是硬生生扛住了市场行情的 前天市场成交量依旧保持在11000以上的高位 并且我们从个股角度出发 竟然高达三分之一的股票还能够保持翻红 也就是说当前市场情况下 咱们各位活跃投资者朋友们的交易热情是真的高 只是我都要想给今天的市场找借口的话 就在于消息面利好今天没跟上 你看咱们昨天早上是周一 周末期间那么多的证监会商务部发改委给的利好 于是就给到了像昨天早上一来券商还涨了 是吧 但是说到券商我今天真是想嘲笑一下了 昨天那么大的一个利好涨了多少 今天就跌了多少 回归远点再次归零 就好像这个券商的利好只能拿来做一波极其的短线的 而且还是冲高回落的这种一日有走势 你可得知道券商也是赛道板块 所有赛道类板块当中现在表现最差的就是券商了 真的连人家农业你看今天都不错 农业都有时候有点正面表现了 哎呀你说这是话说回来啊 我要真想给大家分析这个行情的话 我就首先要强调的是啥 第一个目前活跃投资者是真强 第二一个现在消息面利好有点缺乏了 如果说消息面利好一旦给到了像科技半导体人工智能 这种在市场当中或者说像券商啊乃至于像医疗啊 这种目前的市场里面没那么的受到广大活跃投资者青睐的板块的话 当天行情就难看今天如此上周三也是如此 但如果说稍微场外的利好给到的是当前咱们机构也喜欢散户也喜欢 活跃投资者都喜欢的这种方向的话 你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呀我新能源概念的这种相关的话 当天行情就一定好看哎 你就发现了一个现象了 市场的板块轮动的结构开始集中化了 你看啊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我说接下来我们市场要走结构化轮转了 对吧要走轮动行情了 你们要这个重仓啊 你们要去参与啊 至于你参与谁我这个不能告诉你 但是我就给你数过了是吧 你比如说哪些是所谓的赛道类的结构 有希望走出结构突出了呢 首先肯定券商还是属于当中的 券商农界医疗军工汽车新能源 哎半导体不解就是这些了吗 这说来说去啊还有个医疗 说来说去这些板块 你看在当期市场当中 经过了一个多两个星期的轮换之后 很明显我们发现了 似乎行情轮到某些板块的时候啊 比如上三类啊 我们当前的上三类 新能源电池相关的 汽车相关的军工相关的 哎似乎行情当天就涨得好 如果说轮到了下三类啊 你比如说这个轮到了什么证券的 这种金融体系下的啊 轮到了这个啊 或者说发开尾的那些事啊 基建啊这种类型的 或者轮到了医疗啊这些 哎呦市场表现的就有点 反正机构反正就不买了当天 至于我们能不能靠我们活跃投资 要买起来呢就得靠缘分了 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市场又更进了一步啊 既然市场更进了一步 我们是不是兄弟们该调仓的就得要调了呀 对吧 优胜劣汰吗 我们一定是去弱留强 强者横强的呀 但是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不得不说一下白酒了 白酒现在给我一种体验就是啥呢 你们看白酒里面的大哥他就长不动 为啥 白酒里面的二哥就长得可以 为啥 不至于啊 以前我们炒白酒这么些年下来了啊 别的板块 我不敢说白酒至少近10年以来 我真是天天看的 我对他们如数家珍呢 很少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二哥已经我看好多个洋相了呀 七八个洋相了 大哥天天横盘 大哥能不跌就不错了 大哥能不跌就不错了 二哥天天羊 就这样的这种在行业内部的极端分化 除了个别时候 是个别公司自身利好导致的之外 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 尤其是白酒行业 白酒行业几乎很少出现过什么 哪一家公司有技术突破 哪一家公司有专利优势 哪一家公司受到贸易阻碍 很少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大家都是起上起跌的 而且以前白酒咱们伙都是说的这些 机构主导散户参与的 怎么到了最近这段时间了 二哥那么猛大哥不表现了 我想来想去应该就一个道理 叫做人气 人气很旺盛 筹码很活跃 大哥买不起 二哥我开心 于是就使劲儿对 那么这样的市场交易的现象的话 我就个人觉得让人想买也不敢买 你既然都知道短期是因为人气塑造的这种市场航行 人气这玩意儿了 老气人了 火热的时候 你看我们就说一下社会现象 你之前说人家小学 小孩子在学校一个老师开车出现意外 当时候大家就到处好像全国各地的学校都有这样的事 是吧 然后有时候我们讲一个什么小的话题 说这种什么拐卖 拐卖儿童的 好像满脑子的满网络都是拐卖儿童的了 人气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来得非常快 来了之后完全覆盖你的大脑 但是他走得非常的快 走完了之后你再也见不着 对吧 当前的白酒板块就这个意思 现在是人气在笼罩着 这个时候太旺盛了 满脑子就是他 你这时候冲进去吧 你不敢保证啊 就他确实还是有赚钱概率的啊 不敢保证你要亏到哪一步 就赚是有可能赚 但是一旦亏 你可能赚个3%的预期 要亏13%的这个下跌预期啊 就你有赚的概率 但是你不知道你亏的底部在哪 所以这个东西就老气人了 你只能怎么着 你只能等他尘埃落地 这种情况下想动的时候都不敢动 这是单独说白酒了 所以整体下来我就给大家聊 我对这些板块的看法吧 第一个赛勒的板块可以进行调仓了 要做集中化优势了 强者横强了 然后第二个个别的这种 像白酒这种板块的话 应该短期之内要做人气的转移了 第三个 就是当期市场机构投资者 并没有那么积极看上A股市场的 A股 我琢磨着走结构化行情 就是在三千多点来回震荡 不会走出特别突出的这种小牛市机会的 不要有过高的预期去期待市场行情 好吧 这是我今天的所有的全部内容 片尾总结一下 避免大家说听我的东西 听不到内容 我觉得这个总结的时候 你应该能听到内容才对 好不好 剩下的我们就评论区再见 感谢